我相信这次王毅到美国一定也会在以哈冲突上面 美国要寻求中国大陆看能够出些什么例 我们来看巴西之前提案在联合国当中 被美国一票给否决掉 当时是因为美国说你们这个提案当中 没有说到以色列的自卫权 美国就否决掉了 后来美国的提案遭到了中俄 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他代表中东的国家号否决掉 三票否决掉 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提案当中 是有允许援助进入加萨 但是所有的文字里面并没有提到 敦促双方停火 只有说暂时停火让人道进行救援 没有敦促双方要停火 对于这样的一个否决掉这个草案 俄国批评最直接 我看他的直接讲说 美国就不希望联合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有任何的影响 如此才能够巩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大使你怎么看这个美国的提案当中 并没有敦促双方停火 然后这个又被否决掉在联合国 因为以色列还没有同意要停火 以色列 对 以色列 OK好 以色列还没有要停 对 所以美国的文字就不能这样写 我认为现在停火对美国是有利的 因为这件事情再拖下去 它的外衣效果把美国就拖进去了 美国现在最怕的就是 伊朗发动它的这些 所谓的它的卫星 Proxy Proxy就是它的代理人 代理人直接涉入 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涉入 那就是这个 珍珠党 叙利亚的 黎巴嫩的珍珠党 还有叙利亚 对 还有也门 这些都是听这个伊朗的 那这个势必会把美国卷进去 那卷进去以后这件事情对美国极不利 所以美国现在当然是希望这件停火 可是为什么他不敢讲停火 因为以色列还没有说可以 那所以内坦阿弗打电话给美国的犹太大佬 告诉他 你们跟拜登讲说我不同意停火 拜登就 就不停火 可是我想他现在获得以色列唯一的一个 跟美国的妥协就是说好吧 你让一些人道救援物资进来吧 就这样 所以呢 这变成就变成 前面两个 基本上 对 第一个 没有通过 美国否决 第二个 美国有否决 的原因就是因为前面两个都包含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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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条款 就是要 以双方立刻停火 那美国就是摆明了就反对停火 他们的这个国安会的发言人 Cohen 在这个议案之后他出来 他就说 人家问你们为什么反对停火 他说我们就是主张不能停火 因为人质问题 如果停火的话 人质问题就比较难解决 他总是有个理由 可是基本上他就反对停火 那我认为停火对美国是有利的 可是美国现在呢 不能主张停火 任何国际组织的有关停火的要求 美国都负责要把这个案子把它封杀掉 简单来讲美国被以色列绑架了 对 联合国完全无能为力 你有否决权就无能为力 因为他的设计 常任理事过 也可以一票否决掉提案 所以基本上在 中俄跟美国之间的立场 截然不同的情况之下 不管任何一个国家提案 在联合国当中 就是不可能会通过 对 可以这么说吗 对 这次反对的国家里面 五个国家反对 三个国家反对 三个反对 两个弃权 巴西跟那个 巴西弃权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这里面中国俄国之外还有 阿拉伯联合国大公国 他是因为里面只有15个常任理事国 安理会有15个会员国 5个常任理事国 其他就是一般会员 那这一般会员代表阿拉伯世界一间 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所以这次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站在阿拉伯国家的立场 所以呢 美国在外交上又再次付出重大代价 为以色列付出重大代价 这只是外交道义上的代价 你还有真正就继续打下去的话 就变成美国的军事被涉入 军事涉入 问题不在尼巴能 不在谁 不在这叙利亚 问题就在伊朗 那美国在伊朗 如果冲突的话 伊朗也可以躲在外面 可是你美国要去把他的 后面的真正的基地消灭 那你要把伊朗基地消灭 可是美国现在眼前的问题很简单 他在现在在这个 在这个叙利亚 还有900名美军 好几个军事基地 他在伊拉克有2500名美军 这些人 如果有一些差错的话 拜登要负极大的政治责任 这个美军史上的画面 一传回到美国去 拜登基本上选群就噼里啪啦的 就完了 就完了 所以拜登 拜登现在很紧张 对 可是他又不能对以色列说不 所以他就是以色列的这个 所谓的代理人 那这个对美国来讲 事实上 这个是美国比较难的一个处境 观众朋友 你看新闻 你特别留意一下 因为你可以从文字当中 很清楚知道 这个他的立场是如何 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次美国的提案遭到了中俄 还有一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代表的是阿拉伯世界的意见的声音 他也是否决掉的 但我自己在看新闻的时候 很多就直接讲 中俄否决美国提案 他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特别就没有列上去 是否决票 他的报道就是呈现出来 是中俄跟美国对干 这个媒体就比较有些立场 所以大家可以看仔细一些 不过我相信王毅到美国之前 第一次提到说 以色列对于哈马斯 有自卫权这个事情 代表说北京 他的态度比较有转环的空间 只要你们能够愿意停火的话 其实在文字怎么样做陈述 中方是保持着比较开放的 就像大使所讲的 现在是华盛顿白宫 感觉是被以色列架着 没有办法去做回旋 因为以色列没有说要停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联合国是一点皮条都没有 因为你不管哪一国家提案 只要有常任理事国一票就给否决掉了 既然对联合国无法做期待 那对于可能出现的这件事情 能有些期待吗 很难 也很难 很难了 其实美国扮演目前在 以阿中途的战演的角色的话 不管对俄罗斯来讲 对中国到来讲 都是一个战略机遇 你这是一个进一步削弱 美国力量的一个机会 我们今天从战略利益来讲 我们不要把这些 什么国际的道义 国际的正义放在一边 纯就这件事发生来讲 像俄罗斯老神在在 对不对 那其实对中国来讲 也是一个战略机遇 你美国卷入一个 非常麻烦的一个冲突里面去 而且呢 如果外移的话 美国要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 这个代价远大于在俄伍中间的冲突